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工程频道 本地银行股相信大家都有买过 但近几年表现就一样 令到很多投资者都有些蟹货 到底本地银行股 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呢 在市场上 还有没有一些银行股能做到财息兼收呢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另外我会教大家一个专门用来分析银行股的独有指标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当你选银行股的时候 能够找到一些长期盈利是比较稳定的银行股 能够增加到你的胜算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给个赞 分享和订阅 等我下次有新片的时候 立即能够通知到大家 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 中银香港的编号就是2388 这只股票我相信大家就不会说陌生 而它的大股东就是 中国银行 3988 到底 这只叫做中银香港 它整个背景是背靠祖国 演奏 业务面向国际的本银行股 我为什么会视它为同业里面 比较优质的一只呢 后面我会和大家一一拆解 背景先 中银香港集团 2001年在香港注册 当时是由中银集团里面 12间行其中的10间 组合移成 而中银香港 是一间 在香港很主要的商业银行 同时也是香港 三间发钞银行之一 这点也重要 接着说回业务 除了香港之后 原来业务是 变及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等等 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由于它的品牌知名度是高 令到它无论是发展业务 还是吸纳存款 基本上 都可以比同行 更加有效 令到它大大提高 它整家银行的竞争能力 而集团背后 是有很强大的 母公司3988支持 令到中银香港 可以作一个桥梁的角色 帮很多跨境公司 和客户 走出国际 接着 整个背景包括 一带一路 大湾区发展 东南亚的发展 整体大环境 相信都会帮助 中银香港 这个超级联合人的角色 带来不少的机遇 这个就是一个独特优势 另一个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中银香港 原来是香港唯一 人民币清算行 受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 对于集团长远发展 绝对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大家要明白就是本地银行股 基本上发展已经成熟 加上过往十几年 银行业的监管越来越紧 变为本地银行股的盈利 是有少少停滞不前 而人民币清算地位 这个角色 正正就是 中银香港 一个叫做 有多传心 和多独有的增长 变成了 这个角色 能够帮到中银香港 在整个同业里脱荣而出 长期能够维持到一定的增长力 我们看到中银香港 无论是品牌 还是受为整个大湾区 东南 发展 和人民币国际化 都能够令到中银香港 长期保持着增长 和有一个稳中投赏的效果 再看他的财务数据 会发现到 他的财务数据 是优质过他的对手 例如说 营运效益 风险管理表现 看到都是优于同业的水平 值得我们看过一线 虽然近这几年 大环境是差了 业务无可避免受到影响 但我们看到他 无论在盈利 还是派息 等等的表现 其实都不算太走样 所以 如果大家真的要 找一只有基本增长 和派息 有不错的银行股 中银香港 绝对值得 大家考虑 中银香港 整个分析 和投资价值 基本上我就说完了 如果大家真的想 自己 自行分析 一个银行股 可以怎样做 接着 我会用很少时间 教大家 一个很有用的指标 而这个指标 能够很快速 帮你判断到 一个银行 盈利的稳定性 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记得 看下去 大家都知道 银行提供很多不同的业务 包括存款贷款 证券买卖 保险 信用卡 等等 我们怎样可以 在这么复杂的业务里 解读到 一间银行 常期盈利的能力 究竟是怎样的呢 而今天我教这个指标 叫做 净利息 占收入比率 这个指标 在普通股票 就比较少见 因为它是专门用来分析 银行股 在传统银行业务里面 有两个主要的业务范畴 第一 就是说存款和贷款业务 简单来说 银行将存款用更高的利息 转借出去 而中间就能够赚到 息差收入 而第二 就是各类型的 服务收费 和佣金收益 例如证券买卖的手续费 保险 信用卡之类 而我们今天要教你这个指标 就能够帮你分辨这两大业务 各自的比重是怎样 从而评估到银行的风险程度 计算方法一点也不复杂 只需要将 净利息收入 除总收入 再乘100% 就能够计算 如果指标数字是越高 就代表银行里面 是比较着重传统的 叫做利息收入业务 相反 如果计算出来的指标的数字是小 就代表银行里面 主要是靠一些叫做非利息收入 即是主要是靠服务相关的收入为主 而我们分析一间银行的时候 不要只看一年 最好是看五至十年的数据 这样就能够更加立体来进行分析 利息收入部分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稳定 可以为银行提供一个 叫做稳定盈利的基础 看过往金融海啸的时间 银行出事主要都是因为 非利息收入的部分 当然 我不是说非利息收入部分 佔比越多就一定不好 不过 看回非利息收入部分的业务 的确是比较受经济周期影响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一间银行是很偏重非利息收入的时候 你可以预期整体的盈利波动性就会比较大 经济好的时候 它的赚钱就可以很多 反过来 经济差的时候 它都可以 跌得比较多 所以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个简单的指标 再因应你自己的投资最大 帮你评估 那只银行股的风险程度 来到决定 这个银行股 是否适合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将来想看什么视频 想听什么分析 或者有什么意见 都欢迎你在下面 继续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就可以like share 留言 和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 如果想看更详尽的 叫做投资资讯 也可以继续 下面那条银行 追踪我的 Facebook 和IG的专业 我们下一条影片 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